爱冒险的阿曼达最近又有新动作了 在5月10号官方上架了一个新的Steam页面 居然是游戏的二代续作 这着实是令人期待 所以今天就简短的来做一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页面上到底有些什么信息 做一做游戏的前瞻 首先是这样一张插图 阿曼达在里面依然是非常痛苦 那只跟他投行一致的实体怪物趴在书架上 logo的底层是一颗腐烂的苹果 还有虫子钻出 这根初代的logo差距还是挺大的 小羊屋里也不见了 这可能是在暗示我们第二部的剧情 应该会更加的黑暗 游戏的底色就是腐烂 而屋里的消失 难道是在暗示我们 小羊真的已经无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预告片 第一个预告 场景似乎是来到了图书馆内 在一个孩子角中 有一台电视摆放在这里 并且制作组告诉我们 在6月10日到17日 我们就可以玩到二代的demo了 以此预告 结合怪物下面的书架 这续作发生的场景 显然不再是阿姨家的阁楼了 而是换成了图书馆 Steam页面里也有相关的介绍 说主角莱莉 在研究过凯特阿姨家里 那些录像之后 心怀好奇 前往了图书馆 想要寻求更多的信息 在那里会遇到一个神秘人 深称认识凯特阿姨 并且那些带子 吸引到了一个强大的实体 这位神秘人 可能就是在前作结局中 那个突然出现的兜茂人 这个实体就不用多说了 估计就是这只怪物 在前作中 我曾经猜测 录像带中的阿曼达 就是动画主创 珊姆收养的女儿瑞贝卡 她的灵魂被恶魔困入路相待 身体在现实的某一处腐烂 而小羊就是主创珊姆 我们的凯特阿姨 就是公司的技术人员 那由此推理 这位认识阿姨的神秘人 肯定也是公司的员工 并且据说阿曼达 已经意识到了主角的存在 想要让她来帮助自己脱困 这个在前作中 其实也有所提及 毕竟阿曼达在最后 一直想要跟我分享她的秘密 而且除了阿曼达外 那只实体同样意识到了我的存在 那在续作当中 想必会有更加惊悚的场面 说不定还会有追逐战傻的 想想就刺激 底下也介绍了续作游戏的特色 我身为主角 会对游戏有更大的影响力 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 用来测试阿曼达的不同反应 我们将拥有更大的游戏地图 还会有新的朋友 这指的可能就是那位神秘人 而且可以深入挖掘阿曼达 莱尼和凯特姨妈之间的故事 以及这部邪恶的动画作品 揭开一段可怕的历史 希望在续作中 我们真的可以揭开真相吧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预告 是小羊Wooly发出的声明 注意看 旁边的小鸡 似乎是拿着一把手枪 所以不用多说 小羊这一次 又是遭到了某种胁迫 是-is it on? oh,ok,sorry uh,hey 呃,Fandas it's me Wooly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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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it sure has been a while hasn't it? relief oh,well,uh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amanda Amanda couldn't be here today 她是... 嗯... 嗯... 她是在... 是... 但...她是一件特別的故事 我只是要... 我只是要... 啊... 嘿,朋友 是... Sorry,我沒辦法 今天很忙, 我只是在一起 和老伙子和老伙子 但我只是想要謝謝你 展示你的愛 讓你們知道 Amanda也愛你 OK,我現在做了什麼 請讓我去 最後是一個模糊的身影 坐在了黑暗之中 想必這一位就是脅迫小羊的人了 最後是幾張截圖 首先是蒙面人 我們曾在前作中見過 接著是Amanda或者說是瑞貝卡 第三章是她遇到了實體惡魔 還給了她一個刻薄鬼的名字 第四章 這個新朋友應該指的就是我 也就是主角莱莉 電視裡面的就是Amanda 最後一章描述的是Amanda被困 她非常的難過 以上呢就是到目前為止 續作Steam頁面上的全部內容了 似乎是給了一些信息 但又好像沒給 如給 我只希望小羊沒死 在續作中還能再次見到她 那麼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 謝謝支持 我是阿力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